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3日 喂 有新发展 这个是吴亦凡及李云迪 很多这些的 其实这个就是官场现人计 吴亦凡就没什么 他可能都在想一时不慎 但是李云迪那些更大 求这两个人的心理阴影面积 话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吴亦凡不用说 加拿大公民 你留在加拿大便好了 贪钱 想着 挂起来挂起来都不少 周杰伦那些也是 话说之前 就牵涉了在一间 说会令个人昏迷 然后就 就是韩国N号房搬过来那些 十一哥那些 他就被这个都美竹 叫都的 韩国人 都敏俊那些 你很难说的 虽然有个写手出来就爆料 说这些这样的 少女故事 全部都是诬猎的 那这个是一开始 我报道这个吴亦凡的时候 我都说 国家穷啊 等钱花啊 你们那些 赚了这么多钱 所以吴亦凡 和这个李云迪啊 那李云迪彈琴而已 就算是说到多厉害 都不会有什么钱的 但是总之 他们就牵涉到 到这些这样的案件里面 之前吴亦凡呢 就有很多的流言蜚语 说他回加拿大都麻烦 牵涉到这些案件 哇 新败名列之余 还可能之后需要做一个叫做化学阴割 先讲讲 吴亦凡 和都美竹 那现在讲二审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剧情翻转 那原因就是 因为都美竹之前 就指控他 对八名的未成年者 进行一些非法的行为 合法要好像十六岁以上那些嘛 那除了这个写手爆料 即是随性的 还有一段录音档 就显示着一些细节 那因为都美竹在 声带里面 有那个intention 说什么 如果有钱的时候 一定整垂他 那不知是不是 智独苦人心 分开了的时候 就过他一动 哇 真是鸡毛鸭血啊 这个 俗语有运 信我者枪 逆我者被嫖娼 那但是今次 啊 理论上吴亦凡那些 应该很听话的 不会逆我者的嘛 是不是 那查实就不是 所谓的逆我者呢 你不给钱他就是的了 赚了那么多钱 不用贡献国家 这些就叫逆我者了 那应该就是地方官联络一下他先的 如果不就范 那就是大事了 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口供 都美竹的口供 和他的程堂证供 是互相有这个矛盾之处 当中就牵涉到一些藏事了 那当然 你要污蔑别人的时候呢 最主要的就是他可以做到的 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南方的一些特征了 那只要每一个受害人都出来一起指证 这一套是有一套formula的 在美国都经常有 之前呢有个终审大法官 受到指控的时候都是这些东西 还要找个心理学的专家走过去指控他 Cathnot 就说他几十年前就涉嫌对他无手无脚 谁知这个大法官原来呢 从小到大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所以才可以撕掉 还有几十年后才玩这些东西 当然又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啦 就是说 人家打印了这么多年那些了 我想主要就是分装不云啦 因为这个随姓的这首 又不知男还是女啊 有机会是男的嘛 就突然发表文章 指自己打造了都美竹这个女英雄的故事 说什么指控各样啊 为百名未成年少女出声等等 但是这个所谓的女英雄 都出了一些叫做不英雄的事 于是他又觉得受到这个都美竹的欺骗 还有有80%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男性 除了分装不云 又要添加多个因素了 熟知内地运作方式的人都知道的 就是央视认罪 认罪不代表真是有罪的嘛 所谓的罪 有时都是逻辑罪名 但是你不认呢 你不认又还判得金 那可能吴亦凡他不是很熟悉官场的规矩 老实说你要打得掉的容不疑啊 但是就吃着这个都美竹的势 那你那些地方官各样啊 那肯定我自己想都想到啦 又联络过这些李云迪啊 吴亦凡之辈 那然后就跟他们说 为你有这样的case各样啊 烤炸金钱勒索 当然不会讲明 那就看下你省不省水啦 这些东西是潜规则来的 那问题就是你觉得证不证据确作 那他没做过的时候就觉得 哇不是啊 那都行 无端端不见一大笔 计我说你不想不见一大笔的 嘴一声 应该将所有的钱银调走 然后回加拿大回归就算了啦 那但是有时 你在内地那里build up 了这么多东西 例如李云迪那样 谈昨天在内地谈的 谈了这么多年 所有的名气 人物 买的东西 穿的漂亮衫漂亮褲啊 全部都在内地 又不想给 那可能呢 就想着寻求法律解决 那结果去大笔了 寻求法律解决呢 就就是寻求金钱解决了 就视乎 你比律师的金钱 还是比地方官的金钱多了 还有哪样东西有效 那结果是一个赌局来的 啊万一赌输了的话呢 哼 因为有时我们叫水瓜打狗不见一大笔 那我想他又不会特别阴你的 实质就是你老板都钉了 例如你想着 就是巴结一下地方观各样啦 等他疏通疏通帮你搞得定 那给了一大笔的金钱 结果那人被人炒了 换了另一个下去 那就另一笔的了 上手跟开没有的了 那甚至乎他可能因为贪腐落台 那你又中了一招 连贪腐那一袋一起计 那就最佳一等 那怎么办呢 那于是乎啦 可能呢都正经人物的话呢 李云迪可能正经一点啦 我不知道彈琴而已 那另一个就很难说啦 总之又给了很多的金钱 打官司都要钱啦 其实我不明白的 为什么内地是会有律师的呢 他那些都不是法律程序来的啦 是吧 手过抢的而已 你随便在街边整个炒律子的都可以做律师的 我官判你赢还是输的 到最后迷又是央视认罪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吴亦凡 哇 身家非常之红厚啊 赚了这么久啦 有成六亿啦 你那些如果没什么钱的 他不搞你啦 但是吴亦凡是有六亿的嘛 一个不少的金钱啊 娱乐圈里面 那还有最重要 他合乎所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如果 那个样子不是像韩星那些屈你不入的嘛 就是你说脏爆那样的吸引力啊 没有啊嘛 那怎样可以砌到条N号房进去呢 砌不到的嘛 而吴亦凡他就刚刚好啦 那你说新败名你都会认 因为吴亦凡还不错 那结果没办法之下 那就认了 如果你compare 比较吴亦凡和李云迪两个人 那李云迪又惨一点啦 不是因为他是正经人士 而是因为哇 真是 话说以前啦 2008年那时文川嘛 那发生很多事汗啦 而李云迪经常啊就异演的 而文川之后呢 有发生过这个雅安地震 而当其事啦 可能有人听过听过的朋友仔 跟我讲声 2013年的事 重庆人李云迪钢琴王子啦 就在尖沙咀那里 举行过这个叫做中国钢琴梦 梦醒了没有呢 他 那就巡回音乐会 所有门票的收入了 都会捐给这个叫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支门四川救灾工作 还有这个人呢 又赚到一下外汇的啦 之前去过欧洲那里巡回演奏啊 又和一些基层家庭接触 门票有些呢 又支门一下基层家庭 那也算 似乎啊 正经人士啦 你说会不会中间有落格啊 各样那些 我不清楚 就算落格他都要收些的 门票全数勃归这个救灾之勇 救灾都要行政费的嘛 那结果啦 哇你这么为国家啊 多谢你 那爽手一点啦 是不是 国家屈多你一条罪 给了这个名誉国家嘛 所以以前我说的东西有点错 我说要捐钱捐命捐器官 捐了你的reportation 你的名誉啊 气质啊 就好像娥妃那样 明明是忠臣的 被人屈造反都行的 之又莫须有的罪名 滴了上风波亭 那干脾了下来啦 那话说李云迪 2021年10月 又是信我者昌 亦我者被嫖娼 北京呢被拘留啊 而音乐家协会 亦宣布取消他那个会员之格 你要顺着国家那道啊 那但是 好像没办的话 结果啦 重庆政协常委 厉害啊 做到这个 全国清联常会 都不是清联啦 就来 香港清联副主席 原来香港都有份 那个头衔 全数被移除 只是有空在IG分享鋼琴影片 最近他又分享外國旅遊照片似乎想復出 身敗名裂之後再彈琴 還有沒有人聽呢?不清楚了 他沒有平反的也沒有人誣誣他 也都認罪了 至於為什麼復出? 自己一手把金蛋捏死了 視乎你抽稅還是充公資產快 你抽稅的時候 這隻都是生金蛋的雞 可以去外國巡迴音樂演唱會 賺回不少外匯的 你抽稅都很重的 你不要說不重 大灣區做事不用給稅 都要給稅的 五險一金 給到你傻 稅率比外國更重 根據他在茶桌喝茶的時候 那個照片 就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 那間店只有他一個 相信目前身在柏林 就不知道走不走得掉 劣跡藝人 很多的 就無怪乎陳百祥啊 曾志偉啊 那些這樣聽話 如果不是 隨時誣你一條劣職藝人 就充公了 你不怕嗎? 哥哥啊 復復提提 所以這個是一個殺雞取倫的故事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娛樂圈裡面 你其實賺錢都賺不到幾多 這個又說封 那個又說封 哪有電影上呢? 但是這班人以前賺了很多 那隨時誣幾條劣職藝人 又盲中中的 以為還有錢賺的 到其時 人家一次性收割的時候 你就乖乖奉上了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